体验北方极海马上就要进入河北了哈 这里是河北街 不跟河北的富婆就不要惦记我了 我只是街道路过而已 我马上就会出河北的 因为106封道了 大学封道了 我被迫选择走河北这条路 然后去这个西林后头 河北的富婆千万不要惦记我 哎呀人死了 上车继续出发 冰天雪地啊 到处都是冰天雪地的 哪怕是这个路 这个歌怎么这么难听啊 哪怕是这个路上哈 有都是间断性的这个 冰雪路段 然后刚刚过来一个县城叫华德县还是德华县啊 之前我也路过这里一次 因为去那个张北嘛 张北距离我现在的位置也只有100多公里 张北有个比较出名的一个景点叫 这叫康宝县啊 这叫康宝县啊哈 张北就是张北有个比较出名的景点叫 草原天路啊 我两三年前啊去玩过那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很深刻的印象 这次这个冰天雪地啊我都不去了 但是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以后还是挺想去那个地方的 叫天路草原哈 在张北的 给我记忆深刻的不仅仅是那里的这个 给我带给我的风景上面的一个感光体验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很爽嘛 我在我以前去的时候是骑着摩托车 在里面搭帐篷搭了三天 第四天才走 哇那里真的真的是特别特别爽 一号天际县 这是进入河北以后的第一个县城 这叫康宝县 那么河北交界的地方这个边发还是挺大的 你看这个康宝县一个高楼大县我都没看见 内蒙一路过来我看见这个高楼大县挺多的 现在新修的 看边上这些牛啊都没有吃的 全部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也不动 哎呀 冰雪路啊 点四五一线道继续行驶三十六公里 这也是四五六线道了 这是线道跟国道合并的是吧 二零七国道 冰雪路 昨天冰雪路我都开怕了 真的是 进内蒙的第一个体验项目 那就是长时间长距离的冰雪路段 昨天跑了将近两百公里的这个冰雪路段 基本上都是冰雪路段 今天还好 今天的话这个冰雪路段比较少 昨天我真的是瞎出一丝冷汗啊 真的别人说的冷汗冷汗 其实我没有切身体会的感受那么明显一些 昨天我是感受特别特别明显 特别是晚上 晚上那五十公里把我跑的 我真的是 昨天还有一个这个 我不是在距离国道 就像这种国道 边上一条路开进去 我开了三四百米远 我停在那里 然后停在那里 我在那里弄饰品 结果大概够了半个小时 天快黑的时候 然后 有个当地人过来了 应该是 应该是他们那里当官的嘛 然后被他劝离了 他怕我动硬了 所以说昨天晚上才开了五十公里的路 去这个县城的郊区 郊边 一个县城的边上 德华县的边上 扎着影 啊 住的车 就是那五十公里 我头发湿透了 我的背心湿透了 我的脚湿透了 我身上都是冷汗 动的 我脚基本上到地方之后 我没有知觉了 我去这种体验 真的是 只生难忘啊 基本上 比较难忘的那种 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那种真正的冷汗 那种冷汗是 那个汗水啊 那种冷汗 汗水一滴一滴的 从你身上滴 你知道吧 你的下巴 下巴都在滴水 头发都是汗湿完了的 你看这个内蒙和河北交界的地方 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 内蒙还有高楼大厦 房子修得也漂亮一点 河北这边 这里应该也是属于这个 属于属于张家界管吧 你看这些房子 基本上 怎么说呢 是比较简陋吧 这又是内蒙古街 仪式感走一下 河北就一个小牌子 内蒙古来搞这么大牌子 还搞几个 看这边河北 然后我这边内蒙 内蒙我又回来了 走了一段距离 你看内蒙古欢迎我 内蒙古街 进入河北都没有欢迎我 你说气不气啊 走吧 这是什么玩意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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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驼 转小树林呐 草原当中 如果是夏天的话 看到有一片森林在这里 特别爽 只是说现在看到是比较枯燥的 为什么会枯燥啊 因为没有叶子 看着像枯一人一样的感觉 一眼走不到头那种感觉 这种感觉就特别特别爽 只看见一条路插到天边 只看见一条路插到天边 在这一家里 只看见一条路插到天边 请走右侧车道即将右转 泰卜市 泰卜市第二次了吧 我上次也经过泰卜市 还在泰卜市那个什么一个广场上面 搭帐篷 动动我速速发抖 延当前道路继续行驶3.2公里 那是十月 十月中旬的时候吧 在泰卜市 还有二百六十公里 乌兰号头方向 银安兔方向 我觉得上次走的路跟这条路一模一样啊 然后那时候就有个当地的朋友追我 他也是母友 他看见我是外地的牌照 然后跟我追到之后 拿了两名红柳给我 我们在那里 海鸟了大概三四十分钟天嘛 这就是当地的朋友给我留下的 泰卜市印象